这是我昨天煮的生菜 然后就是要把它去兑肥 之前我就不懂 这个是一个饱来的 很好的一个肥料 看似毫无用处的家庭厨余 原来也可以变成天然有机的肥料 颜月娥两年前开始接触有机兑肥法 家里也渐渐变得不一样 来倒垃圾的不是每天来的 它跟上天来倒垃圾 你可以打开门的时候 你就当那个垃圾的味道 好浓稠真的很不卫生 后来想到时候看到大爱牌的时候 你厨余的对肥 我就从那边开始学到 回收家庭厨余 制成可以栽种蔬果的肥料 这也是一种环保爱地球的方式 家庭主妇认为就是说 不会做环保嘛 对不对 其实做环保是很简单的 就在你开始要做菜的时候 你来在切菜的时候 不是有一些菜是你不一样的吗 你准备一个盒子 你的不一样的你就在那个盒子那边 你一样的把它放在你 自己的盘子你要煮的菜 就是你顺手做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每天收集到的厨余 可以选择在院子挖个坑 然后土埋起来 或是选用花盆 先加入一层土壤 再把厨余铺在上面 随后再覆盖另一层的土壤 每天重复同样的步骤 直到装满花盆 经过一个月的发酵 把堆肥搅动均匀 就是最天然的肥料 肉类会腐蚀发臭 因此只有刮果蔬菜的叶 皮 梗 或者果肉 才适合制成堆肥 滋润土壤 保育大地 让环境充满清香 来新闻林利林伟德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